诶 这能够使用吗 放心吧 我就能够过来的 你够了呗 诶 回来吧 诶 放心吧 回来吧 诶 诶 都给我整饿了 我又不敢咬 都能够吃的呀 没软染的 那 那就是这个吧 这吃了硬的 那妈就给你做个高级的土豆腻吧 真不是因为我土豆买多了 这可不是一般的土豆 丝土豆她没见过吧 蒸熟的土豆八皮 可比削皮简单多了 土豆戳乱可才是第一步 这个细度显然不够 再过被筛就细腻多了 不过这个过程 着实有点费力气 紫色明显口感上更粘稠 这还不算完 调味才是重点 黄油奶油充分搅拌均匀 牛奶少量多次的加入 每次都充分搅拌均匀再加 最后成这丝白细腻的样子 就好了 最后点击点欧青碎 嗯 妙不可言 那紫色就做成甜口吧 这个就淋上蓝莓酱 嗯 绝了 赶紧吃吧 呜呼 我记得这哪儿去了 哎 啊 干嘛啊 啊 呀 哎 哎 那就算好了 这好一举两得了 这不是我坏的那颗 哈哈哈哈 喂 要不要再来挂海苔啊 嗯 要 哎呀 我还不出菜 那我就做个趁油别当组合 看你带不带 外面几十块一罐的夹心海苔 里面也没几片 咱自己做 感觉能省一个亿 把珠好的酱汁均匀地刷在海苔上 重点是不能太厚 往芝麻里一盖 就粘好一层了 再来一片刷了酱汁的海苔 擀瓶入烤箱 大概一小时 就能闻到香味了 切片装和就搞定一个了 自己做的可比买的香很多 前段时间 草莓牛奶布丁 好火 可很多人说不好吃 今天我做个酸奶版 不好吃不要钱 包过的草莓 趁热融化吉利丁 加酸奶 霍霍云 放冰箱冷藏 这个酸甜Q弹的草莓布丁 也OK啦 给它装四块 应该够了吧 现在这是吃菠萝的季节 那就 把现在火热的菠萝泡 也安排了吧 菠萝切丁 我可是专业选手 还是用糖 刷出水分 小火熬煮成酱 这个过程需要点耐心 熬成这透明状 弹开晾凉 扑个星星 晾得快 幸陪我家常备蛋挞皮 快一勺馅 轻轻捏上口 就是懒人版的菠萝泡了 表面划两刀就入烤箱 我好像忘了蛋液和芝麻了 赶紧补上去 这一下可以了 哇 好香啊 连我都忍不住 要先尝一个了 外面脆皮的 里面酸甜 第三个便当 这应该是一组满分便当了吧 哎 孩子 过来看看 到底要选择在哪边 哇 这还有选吗 哎 白马啊 小弟 我还给你办一个节目呀 那 那也行 看好了啊 Hot your head on my show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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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你这520 我送你一个礼物 真的 噔噔噔噔噔 哎 我不要不要 你不喜欢就算了 那这一定是上天寺给我的礼物 哎 你到底哪来了啊 上天寺的 你能不能是捡的油料吗 那过几天还做了这个找 哎 怎么还想到这个没了 我这身体还有没有了 哎 你看到我都说没了吗 没有没有 你别让我做了得找我 时间来不及了 那就只能用黄瓜 这冰箱里怎么只剩黄瓜了 这520本来打算做个树莓慕斯 那现在只能用它试试了 就做水果酱一样的方法 来做个黄瓜酱吧 不过得微微煮开就关火 不然就不滤了 趁冷藏的时间来做慕斯糊 这个步骤好像有点似曾相识 没错 就是冰激凌的方法 牛奶煮到80度浇淡花汤 主要是起到杀菌作用 趁热放吉利丁 趁热放百巧 这个余温足够融化了 现在天热 奶油要冷藏一晚上才打发 先往三分之一给黄瓜酱 这就是果酱慕斯部分了 继续冷藏 剩下的奶油都给蛋黄糊了 搅拌均匀也拿去冷藏 这烤好的蛋糕怎么少了一块 那只能做个小的了 逼着模具尺寸抠个底 这次加饼干黄油做底也行 但这个明日的口感还是更棒 凝固的黄瓜慕斯抹到中间 再盖一片小蛋糕 最后把慕斯糊全倒进去 继续冰箱冷藏吧 鸡哥燕娜 你不是没到我的树莓吗 就知道是你小的 我说我买的树莓怎么不见了 树莓就剩这三颗了 好歹也能做个装饰吧 哦 最后成品还是不错的嘛 尝尝这黄瓜口味的慕斯味道如何 我天 我真的被惊艳到了 简直是超盘多俗啊 剩下的编写料还做了个盒子 这个清脆感太美妙了 好让他俩也惊喜一下 刚好就流到甜品的味道了 够屁肆啊 冰箱子啊 大留一个啊 哇 这 这点东西 让你跟我吃一家份 留什么留 嘿嘿嘿 弹菊儿 你吃吗 嗯 又不是吗 弹菊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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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是你买的芒果了 弹菊儿 你又没卖 哎 这不是你想的 拥有我手的小单 弹那么大 这可以做芒果糯米饭啊 你是不是理解他个配方啊 不是做的不地道 这可是泰国地道的路边摊啊 这可是地道的芒果糯米饭 你尝尝 你看我就说吧 还是看我的吧 弹菊儿 哎 为了做地道的芒果糯米饭 我特意买了泰国的糯米 泡三个小时先 这泰国的芒果甜度还真的挺高 简单的切块自然不是我风格 这么简单的摆一摆 就成高颜值的玫瑰花了 颜值是不是瞬间就有了 蒸饭之前还有一个重点要处理一下 那必须得有香兰叶来替香啊 糯米泡的差不多了 就可以上锅蒸了 铺平 插上香兰叶 水开大概这个20分钟 这个时间来调椰浆 也需要香兰叶 煮出来才会有地道的浓浓的椰香味 哇 糯米饭真好了 哇 好香啊 真好的米饭盛到盆里 把刚才的椰浆倒三分之二进去 拌均匀 静置个10分钟 剩下的三分之一就需要调个胶质 待会儿调饭用 最后把糯米饭盛到盆里 整个造型扣盘子上 撒上花生碎 淋上胶汁 一份秒杀外面一切麦的 糯唧唧香喷喷的芒果糯米饭 搞定 哇 这个口感真的 哇 绝了 哎 好了没有 好了没有啊 来来来 尝尝你吧 这个芒果糯米饭 哇 太好看了吧 嗯 老妈我跟你说 还是你做的不足以好吃 所以我要给你买了一小榴莲 拿起来点吃榴莲青草 啊 这个小榴莲青草 哎 儿子 我要蘸果汁 等会儿叫你的小伙伴一起过来喝啊 好啊 那我去叫他 阿姨 听说您要请我们吃甜品 我喜欢橙子口味的 嗯 阿姨 听说您要请我们吃甜品 我喜欢可乐口味的 阿姨 我听说您要请我们吃甜品 我喜欢吃草莓味的 阿姨 听说您要请我们吃甜品 我喜欢吃鱼血壁口味的 哎哎哎哎 我只说要榨果汁啊 生树树都甜品了 嗯 那你放过你的小榴莲 大家这么多要求 这大虾天的奶油都打开了 怎么办啊 吃虎了 哎 开车队 就是这儿 哭哭哭 过来排队 哇 海饼 你的草莓 谢谢 杨树 哇塞 可能跟你一样 谢谢你的雪碧 谢谢 这一杯才五块钱 这不被我自己在家放划算多了 你们别跑那么疯 什么 我妈要请你们吃吃的黄大雪峰 哇 太棒了 你 来 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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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这么多西红柿陪你了 还不行啊 你不能够了就给我摘了 这是我的 暑假作业 你不能够了 你不能够小番茄 我不能够好吃啊 我不吃 走开 这些番茄也不用浪费啊 我是真不知道 那小番茄是它的暑假作业 总共也没结几个 买了这么多陪它都不行 只能做成好吃的去弥补了 烫完的小番茄 脱皮很轻松 记着要用薄荷叶 呃 含好有几片可用 来煮个化煤冰糖水 浇到小番茄里 来点冰块 不就是网红化煤小番茄了 嗯好吃 先放冰箱憋着去 这些大番茄就做一种菜 一种甜品吧 这两种啊相同的是 都需要给它挖空 用番茄壳当容器 全完好放一边 这挖出来的肉啊 撒点白糖冻一会儿 我打算自调个蛋挞叶 待会儿跟红番茄结合 做成番茄焦糖蛋挞 这些材料搅一搅 蛋挞叶就好了 哇烤的火候也刚刚好 再烧个焦糖 哇塞 嫩滑带汁 蛋挞这么吃 我可真是个天才 这青番茄 说是小时候的味道 做成菜包蛋 是不是很合适 哇热气腾腾 再撒点调味 就更有食欲了 五分钟的流星蛋 这小子最爱吃 这有肉有菜有蛋的 还能拉丝呢 配米饭绝绝子 哦对 还有这个番茄果肉 这叫冰点番茄 酸酸甜甜的口感 绝对会秒光 这么有诚意的番茄大餐 儿子能原谅我了吧 哇 别让人吃到他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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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父兄 这是我的番茄 这些小番茄 必须由我来解验 长得就像我 我自己种的就是甜 哪个是你种的 这个 这下你气能消了吗 这 它消了一半 我给你买了种子了 你再种就是 是 什么 这些不值得 哈哈哈哈 对 哎 不是番茄吗 还有什么 变成胡麻的了吧 嗯 还有一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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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